中文男星胡歌有着帅气的外表 出演过不少电视剧 凭借出色的演技 掳获无数观众的心 他与今年一月无与景的宣布 与村外人结婚 并且以升级当爸爸的好消息 践进整个娱乐圈 而他对家人的隐私也非常保护 从未曝光过孩子的照片 经营他透过工作室 晒出照片宣布爱女已出生满100天 同时也首度曝光女儿的小名 叫做小茉莉 他的贴文中写道 希望爱女在未来的日子 能够茁壮成长 虽然女儿的脸孔依旧没有曝光 但该贴文很快就登上热搜榜 收获大批粉丝的祝福 又有不少人大赞 胡歌女儿的小名很好听 听起来就香香的 肯定也是个美女呢 胡歌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